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菲亚觉得更喜欢11月 因为枫叶很好看 整条公路都是红红的枫叶 现在还没有下雪 马路上光都镀一片 属于半冷不冷 然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这两个是什么 巧克力酱 另外一个 我把它打开试一下 因为苏菲亚不喜欢吃甜的 我先把巧克力酱放到一边 黄油 通常都是黄油啦 配面包当然是黄油啦 工具有限的 我就用面包蘸黄油了 不要笑我 哇 这另外一个面包 太硬了 葵花子人 来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 我们来一起开箱 看看我从这个Bring上面买的什么 Bring是一个APP 然后也是同事推荐的 是专门买一些超市的生鲜果树 每个地方必须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牛奶咯 这是一瓶桃汁 是新鲜的果汁 这个是看到APP上面正在做促销的 一块多欧元 买了一个汽泡水 芒果味的汽泡水 这是一个非常火的护手霜 都是同事们之间 互相推荐的 到德国都会买一次的 它一块多 75毫升 这是一个酸奶啊 500克的酸奶 差不多一块钱这样子 这是一个 cracker洋葱味的饼干 不甜的 是素食的 素食主义者喜欢吃的 不管来到什么国家 尝一尝当地的香蕉 没有错吧 我平时在新加坡 是个从来不买香蕉的人 但是 非来国外 可能因为我比较饿 想填饱肚子 所以我水果优先买香蕉 另外一个呢 三明治我准备明天早上 出发回新加坡的时候 带上飞机吃 因为飞行时间 你知道的 长达14个小时 另外两盒呢 是另外一个同事 推荐给我的 是猪肉丸子 那个同事说很难过 他吃不到 因为他是 不吃猪肉的 这个用微波炉和烤箱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是一些酸奶 各种不同的牌子 各种各样口味的酸奶 还是两个酸奶 这是一包饼干 我都是挑那种不甜的 这个呢有点像西米的cracker 它是这边有cheese 有酸奶 然后这边有一些饼干 直接蘸它吃 所以是两边 它是分开的 这样子 又是同事推荐说 这个饼干好吃 不过会有一些甜 如果想要借糖的朋友 甚买啊 拿来尝一尝 涂一个新鲜 其他的这些都是特价 这个才一分钱的巧克力 有白巧克力 黑巧克力 这些全部都是一分钱的 还有一个大苹果 这些就是我买的全部的东西 大概是25块多欧元 它的配送费只是几毛钱而已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第一次尝试 是有必要的 大家去跟家人分享一下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尝识 Sophia通常会把这种需要冷藏的东西 我会把它放到拖运箱子里面拖运 因为客舱的温度是非常非常冷的 它跟冰箱的作用是一样的 然后其他的 像这种 这个是我要带到飞机上去吃 它就只能放在我的包包里 但是德国现在是冬天 所以没有关系的 到飞机上呢 我就会把它转移到飞机上的小冰箱 不是所有机型都有小冰箱 但是会有 会有一个区域它非常的冷 这个就是我的飞机餐了 这个香蕉的长度是 很小 非常小 拉不动 你们是怎样开香蕉的 是从这一头 还是从那一头 我通常是从这一头 因为可以直接这样扒开 蛮好吃的 怎么就这么巧 昨天在飞机上 我的护手霜用完了 它的质地是这样的 硬硬的 我们把它涂开 好香啊 这个 不会很刺鼻 淡淡的清香 七五毫升一块多欧元 真的是太好酸了 下次来我还是会买这个 送朋友啊 好啦 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 记得关注我哦 总有不同的惊喜带给你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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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